第三題 容積1000立方公分的燒杯內裝700立方公分的水 投入一個銅塊溢出120立方公分的水 請問你銅塊的體積 那我們知道呢 我們這個原來的容器的容量呢 是1000立方公分 那裡面呢 裝了700立方公分的水 然後呢 你把一個銅塊丟下去之後 一個銅塊丟下去之後 然後呢 這個水會滿 然後同時呢 旁邊還會多出一些水 溢出的水呢 有120 那我們知道滿出來呢 這裡要有個300 然後呢 這裡還溢出一個120 所以我們的銅塊的體積呢 應該是300加上120 要等於420立方公分 所以呢 我們這題 第三題的答案呢 就要選擇的是B 420立方公分